所以是整張專輯啊 八八都有聽過嗎? 對對對 有有有 那請問一下 就是那個BO這首歌有和Joanne爸爸合作 那合起來感想有沒有發生什麼有趣的事情 喔 有 這一次喔 這個故事還沒有講到 就是這個 這首歌其實 跟Joanne爸爸合作是因為那時候我去年跟他有合作過 在一個同一個表演 然後那時候 這首歌其實我也寫了兩年了 所以 能夠跟Joanne爸爸 我就一聽到這首歌 聽到Joanne爸爸這個人 我就覺得說 他好適合在我其中曾經寫過一首歌叫BO 這裡面當一個女主角的部分 所以那時候就找他合作 然後他也很樂意 因為後來我們也就是變成朋友了 然後那時候 做完這首歌之後 我們等於是在LA拍這支MV 那這支MV 我原本我人在紐約 然後後來 我們跑到了LA去拍這支MV 然後Joanne爸爸還有所有的 包括我朋友也是在 專門做拍饒舌的 饒舌歌手的MV的人 所以他們都很忙 然後特地為了我找一天 時間 抽空 去拍攝這支MV 那後來我的飛機霧點了 我在紐約 然後我原本只是霧點而已 後來是直接停飛 那那時候已經是晚上差不多七點多了 所以我要買票這件事情已經是幾乎快辦不到 所以我那天等於是泡在紐約機場泡了大概一個多小時 就是為了去問說 我可以不好意思 我可不可以插隊 我可不可以插隊去買這個票 然後最後終於運氣很好 還沒買到一張票 對啊 才成功 這是我覺得這次BO這首歌最酷的一個故事吧 對 這支專輯有那個精裝隱藏版嗎 對 可以講一下這部歌嗎 設計什麼 這個 其實我專輯很多人會覺得說 喔 很可惜沒有抽到隱藏版 會很可惜 但是其實專輯這個本身 現在賣完了 其實因為它本身也是一個很限量的東西 那現在中間有塞個隱藏版是想要回饋 就是算是放一個還蠻有趣的東西 讓預購的粉絲們可以抽到這個隱藏版 那這個隱藏版雖然現在只是看起來只是一個 鍍金的一張專輯 但是它其實裡面還有藏一個不為人之的秘密 可以透露嗎 現在還不能透露 但是我會公佈這個東西 而且是在這個禮拜之內 就是專輯彩蛋的部分 對對 而且這個彩蛋還蠻精彩的 請問現在你之後有想要跟哪個歌手或藝人合作嗎 喔 我覺得很難耶 突然想 我現在腦海裡已經有超級多名字浮現 我現在最想要跟其中一個是方大同 然後第二個 還有蛋堡 蛋堡 所以我現在腦海裡能夠想的其中兩個名字是這樣 有沒有人看到說會聯想到 看到你會聯想到吳亦凡 吳亦凡 因為其實連名字也有名字 會怕比較嗎 呃 我覺得不會耶 就是名字相近 我因為我名字跟陳奕迅也蠻相近的 所以 呃 名字 名字部分就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音樂類型我相信做 真正認真聽我的音樂 或是認真聽吳亦凡的音樂 就其實可以聽得出很明顯的差別 因為雖然是在做流行 做HIPHOP 做R&B這個東西 但其實你仔細去聽 那個風格是差很遠的 對 請問你之後會想要跟你媽媽合作嗎 就是你自己自己還是怎樣 我擦一下汗這個 呃 跟媽媽合作這件事情 我覺得你們 我覺得可以期待 因為我其實腦海裡 已經有一些想要幫媽媽 製作一些東西的想法 那近期如果有新的update消息 可以再透露一下 對啊 所以有 有 總之是有 對對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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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